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18号离世 总统川普表态 预计本周内提名新的大法官人选 希望赶在11月3号大选之前通过提名 还透露目前口袋名单 已经缩减到了4到5名女性人选 当中包括了古巴义佛州法官 也有反堕胎跟反同立场鲜明的法律界人士 不过提名时间表遭到在野的民主党批评 太古猖猝 选在已故大法官金斯伯格的追悼会后 再提名继任人选 已经是总统川普能够展现的最高规格尊重 大选倒数42天 口袋名单不止轻盈色是保守派女性 恐怕还有更多选举考量 呼声最高的人选包括古巴义佛州法官 反堕胎立场坚定的巴雷特 以及年仅38岁反同色彩鲜明的鲁星 各个都对重右派选民的胃口 川普立拼在11月3号大选前通过大法官提名 遭到在野党痛批太过仓促 负责表决大法官的参议院 由购合党掌控过半多数 多数党领袖麦康诺开出年底前表决的时间表 却被挖出2016年以当年是选举年为理由 延迟时任总统的欧巴马推出的大法官提名人选表决 纽约证交所以一次中响 向金斯伯格线上最高敬意 一生致力于性别平权的自由派偶像地位难以取代 如今借由川普和参议院之首 可能让最高法院立场 落入未来数十年无法扭转的强势右派 提名之战势必将受到外界放大检视 张立德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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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